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家通社报道 目前美加边境关闭协议将于9月21日到期 消息人士告诉CTV News称 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之前 这些限制措施仍将有效 这项旅行禁令最早是在3月份实施的 此后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 旅行者和越境访问者皆被禁止 只有贸易和商业往来可以被豁免 这将是自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第六次延长边境限制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新民主党吹风 9月底信任投票放过特鲁多政府 加拿大联邦议会第二大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辛格星期二表示 与特鲁多自由党政府将在一个星期后公布的施政纲领相比 新民主党更关注的是将于明年初公布的新预算 因为议会复会时发布的自由党施政纲领并没有太多具体的东西 而预算才是具体的施政措施 由于加拿大自由党领袖特鲁多领导的是少数党政府 而联邦议会对自由党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对自由党政府预算的投票表达都属于信任投票 辛格说更关注新预算等于是说 新民主党不会在施政纲领投票中为难特鲁多的少数党政府 星期二9月15日 加美之间的屡财关税之争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剧情反转 上午加拿大各大媒体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 副总理和财长方惠兰将在下午三点宣布 加拿大报复性关税细节的消息 总理特鲁多一早在去参加内阁会议之前 还简短表示了一下捍卫加拿大利益和加拿大屡业的决心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随机却在其官网上登出声明 宣布将取消对加拿大屡财实施的10%关税 据加拿大之声报道 在咨询过加拿大政府之后 美国政府认为加拿大对美国屡财出口 在过去四个月内已趋于正常 因此美国将更改自八月份 对加拿大非合金未加工屡财征收的10%关税 加拿大BC省首创全国全新肺癌CT扫描预筛减 加拿大BC省长贺锦与卫生厅长迪德安 9月14日共同举行记者会 贺锦表示省府与BC癌症中心合作 在科罗纳以及维多利亚提供全新肺癌CT扫描仪器筛减项目 目标是针对高风险人士进行检查 以便令他们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 借此挽救更多生命 据TCN News报道 而首批筛减工作预计将在2022年春季开始 该全新肺癌CT扫描仪器筛减项目 是本国首个的癌症CT扫描仪器筛减项目 根据资料显示 这项全新的CT扫描仪器筛减肺癌项目 将可增加早期诊断的机会 大幅度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 再为您播报国际新闻 特朗普主持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签署历史性协议 周二9月15日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迎接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代表 并亲自见证以色列分别与巴林和阿联酋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 此举标志着中东和平实现历史性突破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参加了协议的签署仪式 特朗普总统在仪式讲话中 对以色列巴林和阿联酋表示祝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 感谢特朗普总统在促成这些协议中的涡旋作用 并感谢巴林和阿联酋的合作 扩大地区和平范围 这些协议被合称为亚伯拉罕协议 协议的签署将使得以色列与巴林和阿联酋 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 涉及各个领域 从空中旅行到设大使馆 菅义伟出任日本新首相 71岁的菅义伟 周三在日本国会众议院 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后多次拘功 在投票的前一天 执政的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选举菅义伟担任总裁 让周三的投票大局已定 在日本的议会制下 执政党的领导人通常会被选择出任首相 据美国之音报道 当选后不久 菅义伟介绍了他的内阁 而他也大量留任了其前任 安倍晋三时期的内阁成员 包括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和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安倍晋三的弟弟安信夫被任命为防卫大臣 以填补转任行政改革大臣的 河野太郎留下的空缺 在新任首相的内阁中 只有两名女性 澳大利亚反渗透调查涉及中国外交官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周三 9月16日发表声明 对澳大利亚方面指控中国总领馆及官员 从事对该国的渗透活动的说法 做出回应 称之为无中生有 纯属恶意污蔑 声明说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 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新南威尔市之间 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 在澳大利亚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 一直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就在悉尼中国领馆发表声明的前一天 澳广报道说 澳大利亚警方在一项搜查令中 提到了中国驻悉尼总领馆 负责当地侨务官的官员孙燕涛的名字 中方认为 澳方的做法违反了国际外交法 下面是中港台新闻 中国卫星首次海上商业发射成功 9月15日 中国在黄海海域成功实现了首次卫星海上商业发射 隶属于中国战略支援部队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利用德博三号海上发射平台 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 采用一箭九星方式 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此次发射虽是商业发射 从发射方式运载火箭到卫星 却蕴含着巨大的军事价值 可谓中国航母杀手的最佳拍档 据多维网报道 吉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发射 是中国进行的第二次海上发射 此前2020年6月5日 就使用长征11号火箭 在黄海海域实现了首次海上发射 这也是中国山东东方航天港 启动以来的开门红 革新了中国航天发射方式 基建狂魔在线超级工程 有着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 再次创造了世界基建奇迹 来自中国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的报道显示 北京时间9月15日 世界桥梁领域又一里程碑式工程 由中国铁建铁寺院设计的 新建福州厦门高铁 泉州湾跨海大桥主塔正式封顶 据多维网报道 该高铁线路中的泉州湾大桥 全长20.29公里 大桥由9公里跨越泉州湾中部海域 作为全球首座采用 免涂庄耐厚钢的大型跨海工程 它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 高达350公里的高铁跨海斜拉桥 也是世界第四场跨海铁路大桥 最后为您播报一条娱乐新闻 宋丹丹女儿首位斩获金石奖中国女导演 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前两天闭幕了 有两位出色的中国女性获奖 导演许安华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还有一匹同样瞩目的黑马 是今年38岁 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的导演赵婷 赵婷凭借作品《无一之地》 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石奖 成为第一位斩获此奖项的中国女导演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演员宋丹丹的妓女 但她从未以此光环迎销宣传过自己 这次获得金石奖 让赵婷成为继侯孝贤 张艺谋 蔡明亮 李安 贾张科之后 第六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就为您简要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请浏览血焰传媒的网页 观众朋友明天再见